黑暗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城市樂園 今天,我們要給大家帶來 羅爆特曼的街機遊戲 然後還有他的戰友 賽羅奧特曼 然後我們來掃描技能卡片 一共可以掃描兩張 這個技能卡片並不能召喚奧特曼 但是他可以加強某一些技能 好啦 我們組成了四個奧特曼的團隊 接下來又來選擇任務了 這是卡片任務 難度等級比較高 讓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任務呢 好像星星都很多呢 那星星越多代表的是難度越大 這是挑戰級別的任務 那這個的星星就更多了 裡面的怪獸和敵人看起來好強大呀 這次選擇了傑德奧特曼裡面的任務 那讓我們來選擇哪一個好呢 貝利奧特曼 讓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打敗他呢 首先是我們的奧特曼發動攻擊 好 入了奧特曼的拳擊和腳踢 看起來好酷阿 貝利亞防禦力看起來好強阿 不好了 輪到貝利亞的攻擊 又在盾牌滑到中間的時候按下按鈕 才能夠防禦成功 耶 防禦成功了 又來發動奧特曼的聯合攻擊了 最後的光線攻擊 看起來好酷阿 他看起來好像很生氣呢 他又向我們跑過來 被布魯奧特曼打回去了 太好了 我們的必殺技能量槽已經充滿了 要來發動兩位奧特曼的聯合必殺技 要來發動兩位奧特曼的聯合必殺技 還差一點點 薩拉奧特曼就可以打敗貝利亞了 貝利亞這個時候看起來越來越生氣了 好啦 輪到貝利亞的攻擊了 防禦成功 緊接自動 是貝利亞的必殺技 那我們要把這兩個盾牌合為 哦 太可惜了 終極戰鬥儀 發出的閃電攻擊好強大呀 太可惜了 我們這次戰敗了 我們會推出更多更好看的 奧特曼對戰怪獸的遊戲視頻 記得 給我留言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掰掰